第一船 开地平安 平农县多层级乐活照顾服务园区 28号正式动工新建 其中分为高龄照顾区 设置私自门诊 居家服务 共食餐厅等连续性服务 另外还有乐龄学习区 设置共荣游戏场 私自照顾研究中心 长照实体教室等 打造一座结合研究 教育与社区共荣服务的 创新照顾园区 这里面的未来一个 研习学习的场域 又是一个热智照顾的一个 多层次照顾的一个中心 我相信它又是跨年龄 跨世代 而且是跨领域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相信这绝对是大家所期待 截至今年11月止 平农县老年人口已达17.96% 推估私自赠者有一万一千多人 因此长者照顾 不但成为重要县政之一 贵福部配合国家政策 也给予需要的支持 五个增加除了长照经费 要增加到支出600亿 包括我们的日照 包括我们的住宿型机构 包括我们的服务的涵盖率 服务的项目都必须都要增加 希望这个设施里面当中 让我们原住民有更能够发挥到 他们需要照顾的地方 因为我们沿湘还是很多地方 不足的一些照顾的机构 长辈都需要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来维系他们的生活跟身体健康 有人照顾 园区开工后预计111年完工 基地面积约有1.3公顷 并以周边邻近的平北各乡镇长者 为主要服务对象 实际长照在地老化的精神 有人喜欢巴朗屏宗室